大家好,我是Cincia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Jungle缓存优化第五小节课程 其他缓存 Local Memory与达妹缓存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本小节的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会介绍 Local Memory缓存配置 第二部分进入Local Memory 缓存的研码解析 第三部分介绍达妹缓存配置 第四部分进入达妹缓存的 云瓦解析 最后是这两个缓存的 配置仪使用颜色 下面我们进入Local Memory缓存 Local Memory缓存是默认的配置 当你没有配置缓存的时候 系统将会使用Local Memory缓存 这一个backend 如果你想使用 内存缓存的优势 但又不能使用Memory Cach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Local Memory缓存 此缓存是多进程的 且现存安全 要配置使用Local Memory缓存 就需要配置backend和location backend配置是指向Local Memory Location是每个内存存处的一个标志 下面是一个配置实力 如果你只有一个Local Memory缓存 其中的Location配置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如果有多个 则至少要给其中的一个Page Location 以区分 这里做一个提示 此缓存的每个进程 都是由自己私有的缓存实力 这就意味着跨缓存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Local Memory缓存效率是不太高的 这还是建议大家开发测试的时候使用吧 下面我们进入Local Memory的 研研研解析部分 在init函数里面 首先是会创建Cache和Experial Info这两个字典 分别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和过期时间信息 然后还会创建一个lock 这个lock就是对每一个Cache的读写所控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基本的函数 第一个是Experial的 第二个是Set 我们来先看一下Set Set会首先去执行Carl清理数据 然后再将缓存数据存储到Cache字典 将Timeout存储到Experial Information这个字典 下面我们看一下HasExperial的 这是每一个就是Get或者Set Add函数这些 Add没有 然后像Get、Set这些函数都会调用的一个基本函数 所以我们先讲它 这个函数它会先取出Key的Timeout时签 然后检查是否过期 其他的方法功能和其他的缓存都是一样的 只是实现上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Get方法 首先一样的它也是先会调用MakeKey生成我们的Key 然后再叫InKey 接着看缓存是否过期 如果过期则返回传入的Default值 如果没有设置Default值 那它就是N了 好了 Local Memory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进入单位缓存 单位缓存就是防缓存的意思 此缓存只是实现了对缓存的对应的缓存接口 但实际上它是不会真正缓存数据的 所以说即使你调用了Set的方法 当你在使用Get方法的时候 还是会返回None 如果你的站点使用了大量的缓存 但是在开发和测试情况下 你又并不想使用缓存 这样子你可能会取得很多旧数据 那测试就没有意义 然后呢 但是你又不想去修改代码进行测试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单位缓存了 这样呢 既可以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但又没有缓存数据 从而可以准确的测试 要配置单位缓存呢 只需要把backend指向单位的那个backend 就可以了 然后单位缓存在实现中呢 所需要的 所以所需的缓存接口都有一一实现 也会去生成key并教验key 但之后就基本是不会再操作了 下面我们进入研码解析 大家看一下这个add函数 key的教验通过以后呢 它就直接return true了 所以说你只要调用add 它就是 true 然后get函数 生成key以后也是教验key 教验key以后直接就返回default 永远只会去到default字 set函数同样会makekey 交验key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delete函数是一样的 然后呢getmoney和 我们的那个setmoney 直接就是pass的 haskey也会去把其中的那个key的获取 和我们的validate都操作 deletemoney也是直接pass的 clear也是pass 下面我们进入两个缓存的操作演示 第一个呢是localmemory缓存操作演示 第二呢是单位缓存的操作演示 下面我们进入localmemory缓存的操作演示 首先呢是进入project 然后呢是把我们的那个虚拟环境激活 接着我们配置我们的settings 这里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defaultmemory指向localmemory 实际上我这一部分是可以省略的 但如果说你是有另外的别名需要配置成localmemory的话 那还是需要指向这个backend的 那如果你把整个cache的都全部这一个字典全部取消 那我们morin也会使用localmemory 好然后我们保存我们的配置 好接着我们就是还是一样的进入pythoner shell 先进入上一层目录 然后呢还是一样的 引入我们的cache 下面我们对开始进行一个set 接着我们对他进行get 好取之成功 那配置好这些呢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缓存接口呢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内部的实现机制不一样 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研发解析 大家已经看到 实际上这几个呢 就是直接存在了一个cache的字典里面的 好了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单位缓存的配置 自己使用也是 先退出这里 一样的编辑我们的settings文件 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一个注销 这里呢如果你要想对一页进行编辑的话呢 要用counter加v 然后把这一页选中 那我这里是删除这一个 警号 那我就直接x就整个都全部删除了 好然后按esc保存推出 好同样的我们一样的是要进入我们的那个 Python shell 然后呢再引入我们的cache 然后呢再引入我们的cache 这里呢我们配置好像出错了 那好我们回去修改一下 做了一个点 大家配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出这些错误浪费时间 然后再重新import 重新import importcache 然后呢cache.set 我们刚刚操作已经就是成功了 但是他呢嗯没有没有就是说没有报错 那我们来现在就教验一下 有没有真正的把那个值进行一个存储呢 好这就是证明我们的那个嗯是对的 那现在肯定是会反而让的 这就是单倍缓存的好处了 你同样使用了缓存在代码里面 但是呢他并不会去真正的存储数据 那所以当你需要测试你的那个接口 取数据的接口是不是对正确的时候呢 你就只需要修改一下你的缓存接口 变成达名 然后呢测试的时候你就可以测试到准确的数据 那下面呢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 刚刚我们的那个local memory缓存 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如果你设置了多个local memory缓存的话呢 就要就是给他的那个location进行一个配置 以区分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首先编辑我们的lab project下面的setting文件 下面的setting文件 同样的先把这一个注释 如果你要对于整行insert的话呢 按contra v以后选中之后呢 然后就要按shift加n 然后再输入锦号键 然后再先点两个yes c 它就会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释放出来 好 然后呢我们再复制 复制就不需要contra v了 直接就是v选中 然后粘贴 这里呢我们可以取一个别名 apps 然后就是这个location呢 我们先尝试把这两个进行一个流空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个正常的结果 然后我们后来会再把这两个location都流空 看一下会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现在先保存 好的进入python shell 然后import我们的那个cache 这里呢我们用caches caches 好 嗯 第一个缓程是default 这个分配给一个变量 好 我们再把apps的cache 给定义好 那个名字呢是apps 好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存储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存储 把它删除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光标其实挺那个的 因为经常你看不见光标所在位置的东西是什么 啊大家发现错没有 输入法的问题 因为我对我的那个输入法 做了一个那个shift就可以切换 所以说经常会变成中文 也有时候挺有障碍的 好 那这个就设置好了 那我们第一 好可以得到这个知识吧 那我们再看我们apps.c.set get apps.c.set apps.set 那么再执行apps.c.get 下面我们可以尝试着看apps 这个cache里面能不能get到我们的kde 这是空的 那好我们现在再尝试另外一种配置的情况 这种配置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我们先编辑我们的settings文件 我想做的就是呢 把这两个的location都设置为空 好那我们再进入python shell 可以同样的做之前的那个车座 这里呢就不给大家的颜色了 我先会提前就把这些东西都输入进去 这里呢我已经对那个caches进行了引入 然后呢按用default 这一个cache存储的数据 也用我们的apps 这一个cache存储的数据 那都是正确的 然后呢下面我们尝试给大家演示的这种情况 大家可能就觉得比较奇怪了 那我在apps里面我只存储了tapps 那我们现在想看能不能把这个取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在appsc这个cache里面 也获取到了这个kde的一个尖字队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了 当你配置两个或者是说两个以上的这个local memory 开始的时候呢你就需要给他们分别配置那个location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它区分开来 因为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它是通过这个name进行一个那个缓存 进行那个date的一个创建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大家看到没这个caches 而它在这儿用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内幕来进行一个存储的 所以说因为我们没有它这个内幕呢 就是传入的那个location值了 然后呢 所以说如果它这个内幕你没有进行一个区分 那它实际上都是存储到同一个字点里面 那你就会再发现在在两个那个存储空间里面 我们都可以取到那个值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这个课程的那个参考资料呢还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多讲 就是jango官网1.8版本的document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一小节我们再见